为了迎接11月12号世界肺炎日的到来 日前预防肺炎学术研讨会在曼谷召开 本次研讨会旨在向公众宣传和普及肺炎相关的知识 及加强此类疾病的预防控制 并呼吁全社会关注肺炎 2009年11月2号 由全球近百个组织和机构组成的联盟 全球消灭儿童肺炎联盟发起设立世界肺炎日 旨在呼吁人们重新关注这一被忽视的杀手 督促政府加强对肺炎的预防控制和治疗 肺炎是一种严重的肺部感染疾病 其症状包括咳嗽 呼吸急促或困难 发热 食欲下降等 未得到救治或救治不及时都可能导致死亡 肺炎这种大多数人并不陌生的疾病 却是全球5岁以下儿童的头号杀手 据报告指出 肺炎已成为造成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第一大疾病 由肺炎导致的死亡比艾滋病 麻疹和疟疾导致的死亡总数还要多 平均每15秒钟就会有一名儿童死于肺炎 而肺炎是可预防可救治的 母乳未养 接种疫苗以及抗生素治疗等 都是预防和治疗小儿肺炎有效手段 东文卫视MGTV记者林正辉 近邦泰国难过报答 家祸 感谢观看